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默契似乎我觉得我们这行里好像有个规矩 同行之间不能评论 避免同行之间去说好说歹 对吧 这个事我看了 我当然有看法 但是张绍刚我也认识 所以你看我就决定咱们就不说了 好奇怪 但是文道来了说为什么不说 我一下子又受到了这个道义的感召 于是呢 我这个小心思啊 我就做了一个曲折 我说那好 你们说 我们可以说 是吧 既然这么有回事的话题 为什么不说呢 但是呢 我就不必说 可是我觉得好奇怪啊 这个你们组成这行 就我们组成这行 就有这样的默契 但是我看到有些行业 不是不是 没这个默契 是我自己 心里的默契 我自己小人之心 就不要在节目说别的组成的话 对吧 反正我自己好像多年来一直 我不会 这听起来像有点某种匠人 或者是某些工匠啊 艺人啊 这样的一个圈人 走江湖那个范是吧 就比如说走江湖卖把戏的 不能拆穿人家的把戏 是这个意思 但相反 你看文学圈 艺术家圈 他们的不成文的默契是什么 就你找到机会就要讲别的人 没错 你们觉得是这样 文学界 但是我的信念也受到了挑战 我年轻的时候一直觉得 我文章 等我跟文道是私下的朋友 但是他写的文章 我要是看的有意见 我要不同意 我就应该写出来 我应该跟他商榷 我甚至会说你这个观点是有问题 我觉得 我是觉得 如果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我又不说 我对不起朋友 反而不尊重人家 所以我曾经 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写文章 批评我的同行 或者也不是正面批评 就拿人的观点出来商榷 这个事情我常做 多年以后 人家告诉我说 理论上你是对的 实际上你是得罪人的 就一直来跟我说 他说你要深深处地想 现在有一个人写一篇文章 说你徐志东什么什么观点 来跟你有一个很沉重的 从学历上的一个打击的话 你就算面子上没法说 你心里对他是不是也有疙瘩呢 他讲得我好像 但是我还是坚持 我说这些话 我还是坚持 我觉得真正的好朋友 反而如果做得你是真正的好朋友的话 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坦诚相见的 我总觉得最终是好的 当然你要有善巧方便 你要注意表达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好朋友 敞开来说 也是好的 但是问题在于 这个张绍刚 我们是同行 也不是太密切的朋友 没有交往 但是以前认识 那么你看我这个小心眼 就觉得好像 主要 你说了半天 你说什么 你别让开话题了 其实很简单 就他那个节目里面 来了个女孩 那其实 现在很多网民上载了更多的视频 就先后有不同的应聘者 大家都觉得那些画面有点问题 我给你解释一下那个环境是这样 就一堆人在台上当评委 那评委呢 有的是媒体的人 有的还真的是一些企业的主管啊 老板什么 就等于像学美国那种应聘节目 或英国那种 就一起来看看 这个应聘者行不行 谁愿意请他怎么样 然后来这么一个留学回来的女孩 在新西兰住的 新西兰 在新西兰住 那其实他反应非常快 而且看得出知书达理 我觉得 然后张绍刚呢 我觉得就大概有点是居高临下想挑战他一下 说你说你喜欢莎士比亚 因为他说他爱莎士比亚 你听这话 年轻人跟你说喜欢莎士比亚 很多上年轻人说 你喜欢就凭你 那就问他一下 但他没有我那么坏啊 刚才 那张绍刚就问他 那你喜欢他哪部作品 那他说喜欢英雄双航体 张绍刚就懵了一下 就是说我们我们说是作品啊 但其实我讲他要讲这英雄双航体写的诗 但是比如说你看你可以说十四航师 这你绝对可以这么讲的 就好像你说我喜欢李白写的七诀啊 对啊 这绝对是可以的 然后呢 跟着张绍刚就继续问他 然后就说他说的好 他说他态度有问题了 是吧 对 就说你态度有问题 怎么样怎么样 那女的就觉得有点傻了 因为旁边的人 这些评委也跟着起哄 说他态度不好怎么样 但你从画面上看 你整个感觉就觉得 那女孩态度没什么 他就觉得只不过是一个 那我来应聘不表示我是来的 想当奴才是吧 我就很平等的那么说话嘛 然后只不过有点 其实没有冒犯任何人的意思 恰恰是那位张绍王先生跟别的评委 他们自己自尊比较大吧 可能就觉得被冒犯 那终于网民们现在最热议的是这么一句话 张绍王就跟他讲说 为什么回中国来求职 那女孩说我在新西兰三年了 怎么样 现在中国发展也很好 中国怎么样回来 说到这 然后我怎么一听你说这话 我身上一股寒是吧 一阵一阵发冷 一阵一阵发冷 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老说中国中国呢 你要说我们的祖国 就这么个讲法 他还不是说我们祖国 然后那女的反应很快 是女的 好像是女孩说 那我应该说我的祖国了 就这么一句笑着这么回答 其实挺幽默的 就让他说火了 就说是咱们这 那现在这个已经成了网络名言了 就中国足球队以后也不用那么丢人了 就出去不要叫中国足球队 叫咱们这足球队 就我们中国国歌是咱们这国歌 就我们改国号了 以后叫咱们这 这个视频现在网上传的到处都是 徐老师你可以去看看 我也看了 就老实讲 我不评论别人 咱们这同行的事 我没有什么资格讲 我就说 我对这个女孩 印象还可以 印象还不错 我觉得这女孩 都很喜欢 我发现 应对 还挺 真的有点意思 但是这个奇怪了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呢 它的要点是在那里 是人格不平衡 是政治 这个话语当中的政治不正确 还是怎么样 现在很奇怪 你觉不觉得 我们先谈这么一件事 就网络上面 到底什么事情 会成为大家关注的东西 对 他真的有很多偶然的 像这种节目 出现这样的场面 其实很常见 就很常见 但为什么独独是这一个呢 他太多偶然 但我觉得大概是 那种偶然 怎么样引发那么大呢 一定是有网友 一开始讨论的时候 为讨论这个话题 定下了一个方向 比如说 假如说有人 抛了这么一个视频上来 然后第一个回帖 他说 你看看 这么让去侮辱人家 说这张宋高 怎么样 骂他 这就定调了 定了个调 其实后头的人 之所以有反应 已经不再是因为 原来那个视频 你看了有什么感觉 而是因为 别的人的回应 或者评论 为他定的调 给了你感觉 于是后来大家讨论 就隐身变化成 什么叫人格平等 说现在这些电视主持人 是不是太没文化了 这个主持人 是不是太不懂得尊重人了 等等等等 就这么一路谈下去 也很值得我们监睹 这个做节目啊 氛围很重要 你要是看那个视频呢 你就会发现 空气当中啊 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随着人际关系的变化 空气在发生变化 所以这跟我最近的 一项研究有关 讲到这儿我有词了 我跟你说 这个人 我广告之后 我再跟你讲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ionCity 我跟你们讲这个人 你们别觉得我讲的悬 就是我毕竟是多年主持节目 我有生理的反应 所以我能印证英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 前不久的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实际上告诉我们 人是骗不得人的 所以骗其实是自己愿意骗自己 别人是骗不得人的 为什么 他讲人都能闻见人的味 就是你内心是何种情绪 不是荷尔蒙决定的 激素 但是实际上有外激素 有味道 闻得见 甚至你意识层面 你未必以为闻得见 但是在你的下意识和前意识的层面 你闻得见对方的紧张 对 所以我就说一个主持人 我早就发现了 就得真的做到自信和镇定 如果你是装的 你心里是紧张的 我后来发现了 整个剧场的观众都跟着你紧张 他们闻得见 你或者另一种解释 就是有人说什么生物厂或者是什么 而且尤其你像咱们三三个坐得这么近 我经常能感觉到像电流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比如说这个人被戳到痛处了 或者这个人冷场了 卡壳了 或者说到了两个人不太愉快的事情 哎呀 我其实啊 气氛有点尴尬 一下子就你全明白 你全明白 所以这个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在这些研究 就是说当人在骗人的时候 撒谎的时候 实际上你你脑子里 你身体里有一个位置 是知道的 你比如这下女孩啊 未必她的意识当中的某个部分 不知道这个男人是个骗子 因为这男人已经说过很多谎话了 但是呢 他他忽略他 选择性相信 你明白吗 实际上就说这个人的这个外激素啊 我就说我主持节目 我经常能感觉到就现场气氛变得 对这个人不太友好了 或者不善了 我跟你说 人跟人呢 语言是很有限的 很多东西啊 大家全感觉得到 只不过你没说破而已 实际上啊 这种这种一种一种氛围和这种 好像真是有味在里 都能闻得见 所以你那就是说当时那个场面 就反正气氛不对了 大家对这个人会友善了 对 而网民呢 在这里有一个打抱不平的心理 我心本上现在觉得网民啊 有一个就像街上的围观者 一个网民在网络上 就像你走到街上 看到街上有一群人在那里吵架打架 这个时候你在后面看 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 待会你会乐于做一个评判 要是他们你开始旁观 但是要是你觉得 其中有一个人对他态度过分 比方说通常我们会帮行人 不帮保安 不帮警察 但是某一天我见过 有一个女的 不知道为什么事情 她大发火对着那个保安啊 骂了很多娘 就骂了非常多 非常多 口水太突然 那个保安的也不敢动 也在旁边 结果旁边的人态度就有点变化了 就是觉得把那个女的拉开了 当然大家也不会去骂她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我们都是要想要赚钱 我们都要尊敬官员 我们都想做特别的人 因此呢 我们在网络上呢 就像我以前说过 我们帮穷人 我们帮民众 我们站在多数人 我们自己真的生活当中 你要是碰到 眼前是我们厂长 那我都不敢说了 但在网络上 我觉得网络上 因为她说出了什么东西 其实我一听我就明白了 我们常常做 就是interview 就是学生来考试 或者是我们要 有人来申请我们的教师的位置 这个气氛就 其实也说是不大公平的 我们都看得到 所以我常常 他们有的时候 我们现在你知道 有一种是电 就是你通过屏幕 对 但那你在美国 你来找这份工 我们几个教授 那不是闻不到 那个费多蒙 可是你知道 这个时候有个 非常大的坏处 你知道什么 因为他不能全看到我们 他只能看到 我们说话的这个人 那余下来的几个人 都会悄悄地表示态度 因为他在讲话 另外那个 没被他看到的教授 可以做一个很轻微的动作 就是意思是 他讲的这个东西 不耐烦啊 或怎么样 那只要这个教授 或者这个 他在我们这个圈子里 是有权威地位的 他马上就会影响 其他人对接下来 这个候选人的态度 而这种情况 如果是当面的 就很难做到 如果这个人在的话 你当面几个人 坐在对面 你就算有这样的态度 你也不能表示出来 对不对 你不能显示出 我对他这个 所以相对比较公平 所以看来 事项会议这种东西 还是不正常 你知道 就是我自己觉得 你像我们台 有很多 这个辩论性的节目 你说这个电视节目 他是台戏 他从导演来说 希望他激烈 有时候 甚至导演会 嘉宾 你们要吵起来 你知道吗 要吵架 我跟你说 为什么我不太适合 这种节目呢 我就要说 又说到 我这个人 这个私心 大过公益 大过节目的公益 我喜欢 我还是喜欢友好 真的 我不是不能够 去主持这种吵架的 但是我老是觉得 就弄得 就至于 咱也不是吃不上饭 你没办法 我有时候会感觉到 比如说那天 我跟丹青老师还在聊 他也觉得我有个观点 挺有意思 我说对我这个主持人来说 我说我告诉你 观点对我来说是什么 它也重要 也不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它是谈资 为什么不重要呢 因为它仅仅是谈资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是什么观点 我说对我来说 什么观点 都是谈资 咱们在一块聊天 我觉得没有别的目的 是为了enjoy 为了享受这个聊天 让聊得开心 这对我一个主持人来说 就最大的开心 不是说非得让你们打起来 但是你说 那这种节目啊 就比如说张少康 他主持人那些 这种节目 他恰恰的设计 就是让大家有点不开心的 因为他是一个设定一些难题 就包括选秀的那种 毒蛇评委 因为他要刁难 然后毒蛇评委的出现 才显示出那个戏剧在哪里 这好看吧 当然我也知道 那是大家都看 但现在问题是这样 就比如说我看 英国那个Dragon Dan 他们也有那种节目 他们也是一群评委 冷酷的表情 然后刁难那些应聘者 但是问题是 你觉得那些刁难啊 他没有做出那种 我就来来来来你 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就很扑克脸的 就真的是很执重要害的 问你问题的 那这种情况就很考究 你这个人的料有多厚 你如果料子底子很厚 你能做到这个 但是假如呢 我现在觉得我们有时候 做节目困难的地方在于 我们常常想学习 这个节目这么做好 这个节目这么做好 学那个形式 但是其实我们料不够 我们底子不够的时候呢 那叫装模作样的来刁难人 当你这个刁难是装模作样的时候 其实是很不好看的 就是有时候你就会觉得 你看这些年 网上已经出现很多 类似于电视节目上 引起争议的 我跟你说 就不管怨谁 谁对谁错 总体一个感觉 大家不舒服 你记得吗 原来也有好像问一个女的 怎么回事 就流传出来之后 要照我说 就是场面不堪 那么就是 反正触动了 我们身上哪个筋 让我们觉得很不舒适 这是为什么 这说明人呢 是不是对有些个东西啊 有感 就是有一种共同的感觉 我觉得 有一种共气场啊 有一种共同的感觉 所有这些节目 他都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 拉开区别 他要选拔嘛 他就要分嘛 就要有好啊坏啊 来挑剔啊 说你不对不对 但他背后一定要有个人格平等 我觉得这个分寸很难倒 今天弄得不好 就变成看不起人家 嘲笑人家 或者贬低人家 我常常佩服美国有的时候 那种英国的那种 那种就是 在America Talent里边 被上面的人批评 下面的人 我这想我要 我都受不了了 可是他还能说我谢谢你 我觉得这个 这也要有一个 有一个素质 他给他一个信念 就是我在 我在说你很差 但是我还在尊敬你 作为一个人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我跟你说 能够表现好了 特别不容易 对于这个发问的人 和对于接受的人 被考核 被考验的人 和考验人的人呢 两方面需要的这个 学养 气量 分寸感 这个善巧方便 如何能够又有力度 对 但是呢 又在这个止于理 发乎情 止乎理 又能让大家看着 还在接受的范围 但是又在边缘上 你才好看 这个是很难的 我觉得这里有个 还有个难度 牵涉到就比如说 讲那个节目 它是个面试节目 就面试这点来讲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今天中国可能求职 比较难 对不对 就肯定这个市场 是一个买家市场 就是说老板 他老板要找人 对他来讲不是问题 你找工作难找 所以我们求职者呢 好像先天的就被放在 这是求了 对不对 就是我跪在这求求你吧 也是那种感觉了 但是我总是觉得 一旦进入面试 无论是大学入学的面试 求一份工作的 任何干部的提拔 这种面试场合 就应该要回到一个 人跟人很平等的状态 这个状态指的是什么呢 什么叫面试 interview 我们面试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interview interview 你看看那个字根猜看看 inter是互动 互相 你又是看互相看 互相看 这什么呢 我今天来 不是来求职那么简单 不是我来求你 过来你要看看我 做不做的起这份工 其实我也在看你 是不是个好老板 我来 对 这是个互相看 其实念书也应该 求学也应该是这样 相看相看 现在变成指手相看 泪养 相亲 相亲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性质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一重工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兹并频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所以有时候咱们很难理解 美国人爱说的什么平等 咱们老觉得不平等 是吧 豪凡的买方市场 卖方市场 我们学校里现在开会 常常有很多是外国来的教授 他们不懂中文 当然我有时候对他们也很大 因为他们对中国的东西不理解 他们造了西方一套游戏规则 我常常跟他们 fight 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有一点好 就是什么 我自己是身处地好 如果我们现在讨论一个学生的事情 我前两年还是我们学校的 这个这个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的主席啊 就学生犯什么错的话 我要是 我们在讨论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在考虑这个学生的情况 但同时我们不自觉的在考虑 其他与会的教授 甚至是领导的态度 对对对对 如果说这个学生 我觉得应该罚三 但是文道他在这个位置上 他人觉得他很差 要罚五的话 我如果帮这个学生 我等于在冒犯他 但是这时候那些 运过来的状态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曲江楼冠文明启示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